欢迎出下一位告白者 你好 你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谦 来自黑龙江省刷山市 我2013年7月份走出校园 然后刚参加工作 今年26岁 到这来向谁告白 向我相恋了四年的女朋友陈月明 我们是大学同学 在大大的时候我们相恋了 我们本来计划的是在三年之后 等她研究生毕业 然后我在她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 向她求婚 让她成为我的新娘 但是事情有发生了变化 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前 发生了什么变化 她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 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会有多少 可以问一下你女朋友患的病症是什么 就是白血病理中 那你今天来告白 告白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给她一审婚礼 然后今天能在大家的见证下 让她成为我的新娘 我希望告诉她 我会永远在她身边 不管她老天会留个满多少时间 我都会守在她身边 从她得病到现在 我只看过她哭过一次 就是因为 她为我续了四年的头发 因为化疗 就是 续了四年的头发 一把一把掉光 就是已经完全露头皮了 就是可以说是所剩无几了 四年前 张谦就与月明约定 待你长发解忧 我们就结婚成家 从那天起 月明就开始留起长发 讲到两人结婚打算 张谦在现场数次更严 我们可以感受到 在这对人生之路 才起步的年轻人心中 婚姻才是爱情最美的起点 这场婚礼和这个所谓的告白 和别的告白都有一点特别之处 别人结婚或者是告白 都是希望在告白之后 两人能够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是有点感不及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 给她一场这样特殊的婚礼 你的父母和她的父母都同意吗 她的父母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很接纳我 虽然说父母不太支持 但是他们说 儿子你也大了 你这个事情能够办吗 你今天来求婚 有没有带点特别纪念意义的礼物 我只准备了一个 很普通很小的礼物 只有一个伊拉罐 做戒指是吧 对 这个记忆当中 用这个伊拉罐的盖环来求婚 好像是N年前的影视作品当中的浪漫情节 很老套的惯用机 但是当今天她把这枚拿出来的时候 我倒不觉得她在用老套的方式来追女孩 因为她实在是买不起 编导告诉我说 她荷包里面每天只有坐车的钱 只有十块二十块 十七七也没多少钱 所以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女朋友的质量上 因为双方的家庭都不富裕 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所以这个礼物 虽然不精致 但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每个相爱的人 始终要记住一句话 如果你爱她 就死在她后面 因为你可以好好地照顾 我们虽然说 今天可以给她一场婚礼 如果这个女孩子能够来 但是月明并不清楚 今天她要来求婚的一切 如果她出来之后 她不答应 我们无疑是把她架在火上烤 因为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 无比的想望 要进入婚姻 要穿上婚纱 但是对于一个身体 不那么健康的人来说 她可能内心会抗拭 张千在王月明出院的这几天时间里 悄悄来到告白的现场 希望给重病的女友 一个完美的婚礼 一场完美的人生 张千的女友月明 是一个漂亮女研究生 两人异地恋多年 2013年 月明查出患上重症白血病 那么 这个幻想结婚多年 现在却病重在身的女孩 能来到现场 并接受张千真诚的告白吗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她今天不能够来到现场 你还有结婚的冲动吗 我希望和月明结婚 这并不是一种冲动 这是一种我想了很久的决定 我觉得给她一个完美的婚礼 一个婚姻 是让她能坚强下去治疗的 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如果她来到现场 不接受你的求婚呢 认为不想拖累你 但是我会告诉她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她在身边 我们这一生 只有两个人存在 我会请求她让她接受我 好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陈月明会不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天上白云一朵朵 勾住着领域 灰热的山下对她的寒暗 说话 我最爱的那首歌 最爱的影哭 你告诉我 陈月明 你好 你手冰凉的啊 有点紧张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 编导没告诉你 没有啊 那你现在感觉 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可以 现在属于就是这个病的缓解期 然后可以出院几年 然后过段时间再回去检查一下 你怕吗 不怕 你的男朋友说 在最近半年的时间里 你没掉过一滴眼泪 我有的时候 难受就是 就是因为我父母 或者是 觉得 让我 就是让爱我的人 就受苦了 所以会觉得挺难过的 我自己也还好 我自己也还好 眼泪忍得很难受 因为有的时候 人是哭出来之后 才会舒服一些 尤其是看着自己的头发 大把大把往下掉 是 当时我妈哭了 我没哭 刚才问你怕不怕 你说你不怕 但是在自从得知自己患病之后 你也应该想过将来 想过你的将来 想过他的将来 将来 将来有很多种可能吧 就是 也可能好 也可能不好 但是 但是我多往好的方面想 我希望将来能好 因为我还年轻 我觉得 我将来肯定能好 你想过跟他结婚吗 没有 现在尽量不让自己想太远 就是 回来当下吧 就是 今天开心 今天就 就不值了 你的男朋友 今天想在这儿给你一场 特殊的婚礼 我们现场每一个人都参与 我来做司仪 我得先征求下你的意见 如果可以 我们就开始筹备了 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你愿意的话 傻小的就可以开始求婚了 好 接下来是张谦的告白事件 月明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这四年大学生活 让我感觉 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也在一起四年了 什么 我会让他来说 更快感觉 你是刚才的 你一年了 还是你一年了 你一年了 我对我看 你又在这儿 我觉得我对你五年了 贵的 或者是一年了 我会让你三年了 我是全部 贵的 我 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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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他们的婚礼 给予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欢迎他们 接下来 赵丽 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首先张谦 你是否愿意 娶陈岳明为妻 愿意 你是否愿意 在你们指手相望时 从今天开始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贫穷与富贵 无论健康与疾病 你都愿意至死相随地 照顾她 我愿意 关心她 我愿意 爱护她 我愿意 同样的问题问到 陈岳明 陈岳明你是否愿意 嫁给张谦为妻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 从今天开始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健康与疾病 无论贫穷与富贵 都愿意至死相随地 照顾她 我愿意 关心她 我愿意 理解她 我愿意 陈岳明 今天 在现在这种情况 我只能给你 戴上这一个一拉环 我希望 在你好起来那一天 等年纪生毕业 我将为你 换上我们的婚纪 我们给了你们一个 非常特殊的婚礼 代表我们每个人 最真挚的愿望 希望你们能够幸福 谢谢大家 也希望袁张谦和陈岳明的一个梦想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让更多人的祝福 送给你们 但是这毕竟不是 法律意义上的婚礼 你们还需要去 打结婚证 取得法律资格 同时 更希望你们能够得到 父母的祝福 新娘 向镜头展示一下你特别的婚戒 将来这个婚戒 还要刻上你们的名字 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 告诉他们 我们曾经有这么一场 誓死相随的婚礼 谢谢 你们俩 看着这些鲜花 看着所有人 给你们的祝福 还有包括所有观众 电视机前观众的心愿 这么多祝福聚在一起 你一定会好起来 将来的日子 会更加美满 谢谢 从来没想过 会在我们辽宁卫视 举办婚礼吧 没有 从来没想过 会有这样的两个伴娘 和这样的两个伴郎吧 更没有想过 会有我的存在吧 没有 这一切都预示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 祝福你 一定要好啊 来我们掌声祝福他们 回去过尊重你的好日子 这样的一场婚礼 在舞台上表现 没有我们以前 所想象到会出现的情节 却有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心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每个人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再一天 就要好好地爱一天 因为谁都不知道 自己手里边 明天还能攥住什么 过好当下 过好自己的生活